石門海灘上 前方兩名女子正開心拍照 其中一人踩在石槽上 站著不夠還蹲下擺pose 最後頭那位拿著塑膠袋的女子 則不斷地起身彎腰 起身彎腰 沒看錯 她也在踩石槽 只是用的是手 勤奮地踩著石槽上的綠藻 一個用腳踩 一個用手踩 兩名女子無視主管單位 樹立的告示牌就在旁 誇張行徑 立刻遭到網友直擊po網 痛逼 美麗的自然景觀 全是因為遊客太自私 不懂得珍惜 五度有偶 同樣也在石門 這次是有民眾直擊到彩花賊 一對男女休旅車就這樣停著路旁 看到喜歡的百合 最用小刀砍 彩花 彩得興高彩烈 卻不知行為已經觸法 還是要維護這個北海岸的自然生態 這個採摘花朵還是會有相關的罰則 四到五月是北海岸的百合季 然而民眾卻只顧自己欣賞 公然採花回家 包括綠石槽上的綠藻 無論手採還是腳採 全然不知這些都是屬於市府資產 算算採到的百合綠藻幾百塊不到 卻不知相關單位追究起來 恐怕得吃上上千罰金而不置之 藉著朱蒂隆言禁語 紀錄報導